近期,当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美国大选的时刻,日本政府偷偷地做了一个惊天大决定,那就是把123万吨核污染废水直接排入太平洋。 2011年的地震与海啸重创了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,导致6座反应堆中的3座熔毁。 如今,接近10年之后,海啸的潮水早已消退,但核电站管理者仍在努力应对另一场危险的洪水,受损的核电站每天产生的大量放射性废水。 超过123万吨被放射性物质污染的水目前被储存在一片不断扩大的森林里, 那里,目前已经堆放了1044个巨大的钢铁容器,每天都有170吨污水需要储存。 而且,到目前为止,还没有处理它们的最终计划,并且根据推算,这些储水罐设备将在2022年全部装满。 于是乎,日本政府近几日陆续通过主要新闻机构向外释放消息,那就是日本新一届政府已经做出决定, 福岛核电站将向邻近的太平洋排放这些处理后的污水。 该行动将最早于2022年开始启动,并且用数十年的时间来完成。 最终方案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公开通报。 其实,日本政府早就都想把这些废水给处理掉了, 在之前的7年时间中,至少设计了5种核污染废水处理方案, 其中包括蒸发释放、电解排放、稀释入海、地下掩埋以及注入地层等5种方案, 其中有的由于没有先例,无法评估风险。 有的在技术和时间上存在诸多障碍,因此一直没有定论。 但是,随着废水日益累积的增加,不堪重负的日本政府经过一番讨论, 决定将核污染废水稀释,然后排入太平洋。 虽然这些核污染经过了稀释,但是排入海洋就真的安全了吗? 就会被汪洋大海淹没,不再遗害四方了吗? 首先,我们来说一下稀释这个行为。 根据日本政府指定的规则,这些核废水将会稀释40倍后再排放。 但是小编想问,用来稀释的水再多,能有太平洋的水多吗? 可是,这个问题跟稀释本身有关吗? 再稀释,放射物质的总量还是那么多。 所以,稀释在小编看来无非是一种安慰吃瓜群众偷梁换柱的无赖解释。 对于太平洋沿岸的城市来说,这些污水随着海岸洋流会扩散至世界各地。 俄罗斯专家认为,向太平洋投放核污染废水比向空气中散发核辐射物质更危险, 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可能需要数百年才能消除。 绿色和平组织也对日本政府提出严厉批评, 称其出于成本考虑,没去开发清除放射性污染物穿的废水处理技术, 没把目标放在保护整个太平洋生态的长远目标上。 最后就是,在整个世界范围内,日本政府这是给排放核废料开启了一个极其恶劣的鲜河。 低浓度的核废料或者低总量的核废料可以随便排放, 此鲜河一开,难保其他国家有样学样,化能为锡,化枕为零的排放核废料。 德国海洋研究机构曾对核废水扩散情形进行计算建模, 结果显示,浮岛废水如果入海,初始辐射区域集中在日本海域附近, 且高辐射区域范围很小。 一个月后,辐射加速扩散,进一步进犯太平洋版图。 六个月后,低辐射区域示威,高辐射区域成为主流。 只需三年,远在大洋彼岸的加拿大和美国就会受到核污染。 十年之后,环太平洋核污染区正式建成, 其他权威海洋研究机构,比如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等, 也曾预测浮岛核污染扩散情形,结论大体一致。 在洋流作用下,放射性物质的污染将扩散到整个太平洋, 甚至全球海洋环境。 所以,日本政府这一决定,减轻的是日本浮岛核电站的压力, 结果将是影响整个人类未来永久的自然环境。 从浮岛核电站出世以来,在核废水这件事上, 日本方面就一直在不靠谱的路上狂奔。 2014年,储水箱泄露了,近100吨高放射性污水直接下海。 2019年,2000多代浮岛核废物没有任何防护措施, 被台风直接冲走。 这次的百万吨核废水又要入海。 更恶劣的地方在于,日本政府明知道核辐射扩散的严重后果, 仍然投机钻营寻找借口要将核废水排入大海。 小伙伴们对于日本政府排放核污染废水到太平洋这一行为怎么看? 是不是也有着深深的担忧呢?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,请关注点赞并分享,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。 我们下期再见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